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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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没有你家的东西 这里没有你家的东西 谁啊 谁啊 住手 不要拿了 此人大闹哄叫法 要不叫去来一顿 你又闭嘴 给她吃顿饱饭 换生干净的衣服 再卖鸡饭中二楼 给她订个房间 以后她的衣食 将由你来照顾 不要让她再跑出来了 外面对她来说 真的太危险了 可是小姐她这个样子 你闭嘴 她这个样子 我要是再坐视不理 我就往城为人了 二导小姐的吩咐吧 去吧 跑了 快开 快要jek 快快 快 快 听到故人相招 为何不出 天下骗子多得很 有信物吗 知道那件事的 除了故人 还会是谁呢 现有一大事 急需先生相助 我部里世事已久 专心只做彩绘 可是 没有信物 就不要来烦我了 明白了 我们家小姐入夜 从不见客 竟然为你破了例 也不知看中你什么了 进去吧 之前一直听洪姐姐说起你 今天终于见到了 比想象中还要 还要什么 还要感情更浓烈一些 这也看得出来 洪彦 从里面跟我提起 她的好友 就是你 大名鼎鼎的毛兮兮 也不知道这是为什么 我们姐妹二人 已经很多年没有通过书信了 那些虚名 对她对我来说 都是一种负累 可是就算如此 我们始终彼此信仪相通 只要她来一封信 说这洪教坊需要打理 我这不就来了吗 那 她 她有跟你说过 她去哪儿了吗 她没说啊 难道你也不知道 她走得急 只留下一封信 说我要是爱她的话 就不要去找她 信仲是不是还说 她要去想清楚一些事情 你怎么会知道 像她这样的女人 一旦遇到感情上的难题 都会想要离开一阵子 不过你不必担忧 她如果最后想过了 自然就会回来了 那她要是最后过不去呢 她最后要是过不去 你也别太伤心了 毕竟每一段感情都有终点 只是或早或晚罢了 不行 我一定要去找她 为什么呢 因为没了她 我就不是我自己 那这样的你自己 不值得她爱 什么意思 如果你去找她 只是因为你不想孤单 那这是自私 可如果你真的爱她 你就应该放开她 给她自由 她一定为你牺牲了很多 而你又为她牺牲了什么呢 王栋 当你看到这封信时 我已经离开平安镇几天了 最近一段时间 我的内心很受煎熬 陷入到了很深的痛苦当中 因为我终于意识到 我们两个再这样下去 不会有什么美好的结果 我 动了 那这样的你自己 不值得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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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你 我值得她爱 你走了 跟你说好了 你们都过来一下 我王栋能够和你们成为好朋友 是我这辈子最大的荣幸 元起元灭 聚散终有时 现在是到了道别的时候了 东哥 东哥 洪姐不是不让你去找他吗 现在的我 怎么可能去找他 那你要去哪儿啊 我要离开 东哥不会要 那东哥 你什么时候回来啊 洪燕回心转意之时 就是我回来之日 东哥 那你现在这个时候走 谁来带领富贵山庄啊 对 王不动 谁 王不动 王不动 富贵山庄 新主任 他能有你厉害吗 对 他志勇双决 最关键 他不会被感情所左右 这样就不会犯错 这样的人跟我们做不了朋友吧 会和你们一见如故的 东哥 那你说洪姐万一要回来 你不在这儿 那 王不动 可以替我照顾好的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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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么大度啊 那这个 王不动 现在在哪儿呢 董哥干吗去了 上茅厕了吧 上茅厕是这种呆茅的 你谁要 你谁要 别过来啊 我告诉你啊 你别过来啊 谁要你啊 我站那儿 别过来啊 怎么回事啊你 谁要 你别拉我前走啊 你谁你你你你你你 别拉我前走啊 我跟你说 你假冒动哥 威胁动哥 我去救你啊 东哥 东哥 你怎么进来啊 你 你 你个胖子 你你你还穿着 这东哥的衣服你 怎么进去不过山庄的 你把你皮带你弄好了 你说实话 你不要以为穿着 东哥的衣服我都不怕你啊 你还真假活呢 你这站哪儿啊 你以为真 我告诉你啊 怎么样 在下王不动 是你们的新老的 你 就是王不动 还能是谁啊 不是别人 也不可能是别人 我 我 我怎么看着你觉得 有点似曾相识呢 对 我曾经是个杀手 你们难道这么健忘吗 我是龚长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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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是龚长虎 我是龚长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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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杀了你们 龚长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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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 你为什么叫王不动啊 爱情如火 不动如山 他还不赶紧叫老大 老大 老大好 就是龚哥 还是这个配方 他说 龚哥他为什么会突然吓成这样 非要把自己藏在王不动的面具后头 什么王不动啊 那不就龚长虎吗 不过也可以理解 龚姐说走就走 陌生人强行足复 而且武功高强 他就要了他的命 半张个杀手比较有安全感 龚姐为什么说走就走啊 最近也没看俩人闹什么别扭 龚姐急了呗 他就把所有的压力都放到了东哥身上 不过我觉得这样也挺好的 最起码他不会再自寻短见了 那说实话啊 我还挺喜欢他这个冷面杀手范的 得哭 嗯 要是那天我当郭大陆当饭了 我就改名叫郭小龙 那啥 照你这种说法 我就是抠脚大汗验霸 爸 那我 我就是风流才子林泰挺 挺的 小小小小小小 冬瓜现在变成王不冬了 那是不是就没事了 不容乐管 这我太观察了 就来这儿做房子 你初来乍到 对平安镇肯定不熟悉 这是我们平安镇最好的本地生活服务机构 能提供各种便利 希希姑娘这么体恤别人 真是个善良的好姑娘 我也得借点力了 是吧 走 老板 儿子客官 免书啊 对对对 国少下 来好一次了 这次需要上班忙的呀 我们租个房子 来来来 都在这儿了 房看看 来来 不管是大湖姓 小湖姓 中短的 高短的 低短的 惹闹的 清醒的 都在这儿了 五眉甲链 绝对性价比高啊 就这个了 这个周边环境清静 老板 确定这个 烟光真种啊 现在定 今天就能入住 行 道歉 看来少侠也是位 热心存善之人 要不是应该做的 以后希希姑娘 要是还有什么 需要帮助的 随时跟我说 谢谢少侠 那我先告辞了 来 告辞 对 吓我一跳 你张宝正 你觉得呢 我觉得笑 你看他那色蜜蜜的修颜事 来呀 拿枪 拿 拿 拿 干什么 实行公务 可衙门配合调查 可衙门配合调查 调查什么呀 过去数天 平安镇出现了一个 变腿连环打斗 别的不偷 装偷肚兜 找什么大面积的恐慌 我们又来麻烦了 就是你 摆动摆动 等了一很久了 感觉还想要 等多是吧 想想他怎么一人一聚呢 一人说不行啊 根据平安镇群众卸报 你的协议最大 认识这么长时间了 我什么人你不知道啊 知道不知道 可衙门就知道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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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扣扬了 别拉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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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如大人所料 郭大陆已经被人带走了 这些俩该怎么做 等 等什么 一个替死鬼 会找到另一个替死鬼 对 东哥 咱们还有多少余粮啊 没了 没事 咱们还有野菜呢 吃完了 这不最后一点熬成菜汤了吗 待会饿了自己倒了喝呗 如果实在不行的话 咱们去做点小本买卖吧 起码说熬过这证 你们觉得 咱做不了小本买卖 咱只能做没本买卖 钱也没了 最后一两银子 应该是某人花在彩绘上了 郭小璐 我 你把咱们最后的银子都花了 你还有点回来 只顾着自己风流 不顾朋友死活 你还 直到回来啊 终于回来 终于回来了 是 怎么了这是 怎么这么香 是不是有个菜汤味 有有有有 我给你倒 过来一碗 那个地方不能待啊 暗无天似的 你没去红椒房过去 我去什么红椒房 我倒是吓了 我昨天回来路上啊 让潮保证当犯罪分子给抓了 这不刚放出来吗 什么呢 你犯什么罪了 我没犯罪 他抓错了 具体怎么回事 讲讲 他们说这个连环杜都大盗 肯定是一个控制不住 自己合尔蒙的人 这不巧了吗 这么大发唇俩字写袖上 他们觉得我肯定是 连环杜都大盗本盗 人家这话说得也没毛奥 没毛奥 我说多少次了 我朝要从右往左念 春来发地去 春发 王维的相思 董董 你笑什么 八哥 我没笑你小董 我们终于找到生路了 什么意思啊 八哥 工厂红 不是 王不动 咱们可以成立一家侦探社 真正的无本脉 而且马上就可以出名 然后 我们就等了在家里数钱吧 一如既往地这么草出来吗 不 如果咱们能抓住了 连衙门都抓不到的 杜兜打盗的话 侦探社就可以出名 对 出了名就能挣钱了 对了 兄弟核心 齐力断金 富贵山庄侦探社 宣告成立 加油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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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天都走 走 走 回一点晕 回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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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不是 都这个时候了 喝什么菜汤啊 怎么就要发财了 同志们 就要发财 好兄弟 谢谢你帮我洗手的缘具 这不好兄弟们应该的吗 你不知道这事对我多重要 你对我也很重要 还是你最懂我 要是背上这样的罪名 我就没法追求息息了 那糊着还有什么意思 富贵山庄侦探社 将捉拿杜兜大盗 立誓三日破案 请施主和知情者 速来联系 富贵山庄 半夜醒来啊 我就看见一个黑影 他就站在那看着我 吓得我尖叫 他抓起杜兜就跑了 那可是我最好的 天蚕丝杜兜 您能不能好好 跟我们描述一下 那个黑影的样子 黑黑的 然后呢 记不清了 好 你的情况我们知道了 刘姐 我们一定努力 帮你把杜兜找回来 谢谢少侠 谢谢少侠 刘姐 您先回吧 刘姐刚才看你眼神 可不太对啊 人家一直单着呢 你要不要考虑考虑 正经点心点 刘姐是几号报案人了 十六号了 到现在为止 还是一条 有价值的线索 都没有找到 这美女看多了 是没有为疲劳啊 你说 如果这时候突然来一老头 也说自己的肚都丢了 那岂不是 请问 这是调查杜兜案的侦探社吗 您不会 杜兜也丢了吧 正是 在下有一件 收藏已久的珍贵杜兜被盗了 是这样啊 估计这杜兜也不太容易 能找回来 你要不然就先回吧 明白了 你们是先收定金再办事吧 无量 够不够 够够够够 可是 刚才这小兄弟说 不太好找啊 他是我助手 能力比较低下 如果这案子我亲自筹码 我保准帮您找回来 那 老朽 就拜托了 好 我觉得他看你的眼神 也不大对啊 你要不好好考虑考虑 考虑啊 人家眼里只有郭大陆 你正经点儿 真是你 我心死 好 我 你帮我 LOTTY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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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拿这个 清晨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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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终于饿不死了 看 铁饼 膜 这什么东西 馋 还有两个大袋好吃的 还有酒 可以啊你 你买东西就买东西 干吗还蒙着脸呢 要是让人家知道 我去全世界最低端的 杂货铺去买东西 那我这连往哪儿搁啊这是 不是 不是 就算再低端这五两银子 也买不了这么老些东西 这什么呀还有 不知怎么的 这金人杂货铺 今天清仓打折大甩卖 就跟不要钱似的 我看实在是太便宜了 我就赶紧去抢购 怎么样 是不是特别会当家 太会了 咱们就用这个 是金人的酒吧 是 咱们就用这金人的酒 庆祝侦探社的第一桶金 以及燕汽的救命抢购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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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杯 干杯 听说这酒一沾就倒了 那不怎么样嘛 我以为多大点刺呢 这也能叫酒啊这 这也能叫酒啊 抓紧嘴了 走 快追 走 殷 殷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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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还殷殷啊 听见了吗 各个方向的声音都有 咱们别被乱了阵脚 今儿 燕汽 出了门你往东去 好 太平你往西 丢大陆 总之各自注意安全 行动 走 上门下来就行 好 今夜无论如何 我都要保护好戏殷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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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死 就是死了 也不能让他伤害我爱的人 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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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东哥 蔡萍 我刚才跟银罪交手了 他武功很高 往那边跑了 我从那个银贼手里抢过来呢 不是我 你们应该无条件相信我的 不是 你这啥意思 啥眼神啊 他回应我了 等一下 喂 东哥这来回来去看这几个都都看了老半天吧 状态有点不对啊 根据我的推测 东哥 东哥肯定是因为思念红结过度 所以心里扭曲了 可是他现在是王不动啊 王不动就是王动啊 只不过是装扮得酷了一点儿 爱得压抑了一点儿 长得稍微错了一点儿 错的可不是已经半点儿啊 好 大陆 你确定那个玉簪子上面 刻着一个富贵的副字吗 你确定那个玉簪子 你说你手一滑 簪子一掉 然后从你面前逃走的蒙面客 突然从你背后又出现 还把簪子抢走 说不通啊 方老大 你不是说了你相信我吗 我真的不是那个 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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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相信你 就是这事确实有点蹊跷 哎 烟七同学 你觉得 丢了肚兜的那些附加千金们 嗯 会穿这种廉价肚兜 这啥我哪知道 你猜猜吧 那我猜不出来 我觉得王老大好像 又开始有问题了 看来他是靠不住了 哎呀 我们三天前就已经发誓 三日之内必定不完 可是现在已经是第三天了 情况非常的紧急 咱们赶紧到平安街上 四处去逛逛 说不定可以找到 什么关键的线索呢 不然咱们侦探社 就要身败名列了 别看 别看 不认识 有点儿 穿着发出的样子吧 硬贼 不是我 不是你是谁啊 就是你 开门 老板 开门 小伙子 别敲了 这家店关门了 不是 啥时候关门 从今天开始 我是这儿的房东 这是店主人上贴的 他为啥关门呢 那他倒没说 不过猜也猜得出来 我猜不出来 你跟我说一下吧 过几天哪 提点黄称斯两大人 要到平安镇巡查 那他是出了名的 这个手段严苦 像这种往衣服上彩绘 纹身之类的事情 那肯定是要罚款 要给查封的 所以还不如提前关章 了事 这么回事 我看那个杂货铺 也关门了 为啥 他跟这不一样 他那是自己精心不善 关门倒闭了 明天就回老家去了 好了 好了 走 竟然会有这样的事 嗯 那个老板涂布花也是够惨的 惨归惨 金钞的东西本来就涂得掉这 倒闭了也正常 哎呀 再过几个时辰 咱们这侦探社也要倒闭了 我们立下誓言却没能做到 倒闭也正常 不见得非得倒闭 嗯 接下来我要说几个事啊 这些事 直接关系到我们的侦探社 是不是能够活过今晚 你们只需要照着做就行了 能做到吗 嗯 为什么呀 还有 别问我为什么 大陆 嗯 你去找一趟毛希希 让她帮咱个忙 什么忙啊 这样好吗 醒醒我们 快呀 耳朵操过来 哎呀 哎呀 话说这个杜兜案呢 这个淫贼 偷盗的技术真是高潮 但说到品位 哎呀太差了 偷的都是一些下等杜兜 哎 我怎么听说 他只偷附加千金的高级货 什么高级货呀 和举世无双的极品杜兜一比 那些都是渣渣 举世无双的极品杜兜 你有没有听说过 当年李诗诗的月光渡兜 渡兜还有月光的 那当然 这种渡兜啊 在上旋月的时候 就挂到窗外去吸收月光 穿的时候整件渡兜 都会散发出银银的月光色 美的那叫一个令人发指啊 还有这样的渡兜啊 就算有这样的渡兜 也不会出现在咱们平安镇的 哎 还就在咱们平安镇呢 那会在谁手里啊 你说呢 不会是毛熙 你小点声 不要让别人听见 哎 你怎么知道的呀 我有一哥们 他是临安四大公子之首 曾经跟毛熙熙好过 是他亲自统统告诉我的 你知道吗 别告诉别人 不告诉别人 千万不要让别人知道 啊 快快快快快 你不告诉别人 那是他永远的 他没想到的 他应该是你 不告诉别人 你怎么回来 你不是就要你 那是您的 我找他 我要找他 我找他 別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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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倒要看一看 这个银嘴是老狗 童不花 我是这里的老板 我叫童不花 为啥关门了 别让人听见 你知道吗 你一个外来做三亿的 他怎么变成个银嘴 你这么高大 大人 我错了 我一个人在外做生意 多年和家人分离 可是毕竟我也是个男人 我实在是控制不住我自己了 大人 我知道我干了这不要脸的事 可是我毕竟我没有伤害他人 有大人对我从今发落 发不一点钱 把我钱送回老家吧 这个 三哥 他要是保守了爱情之火的煎熬 所以才成了变态 咱个人可怜的人 保守爱情之火的煎熬 也不是他这个样呢 这位是 我是富贵山庄的新主人 王不动 为什么我看你那么眼熟啊 我只是眼熟啊 咱俩很熟的 让你胡编 让他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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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俩人 咱俩人 不动 咱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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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不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